今天是很有幸来这里 来参加这个Sive Date活动 第一次见到柴可夫的恩人 一直以为是俄罗斯人 然后讲个笑让大家听松一点 估计大家都比较疲惫 而且估计好多人之所以等在这里 可能还等着听豪迈同学的最后的演讲 但是再耐心等半个小时 因为我们这个里面还是值得一讲 而且还有一些干货 我叫温涛 我是华山公司存储产品的研发负责人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 我们对Sive的产品化的一些实践 我讲的这个主题和今天的其他的嘉宾演讲的都不太一样 我听完了都不太一样 因为其他的嘉宾讲的包括其他厂商的主要关注的还是Sive本身的技术 一些技术的细节 还有一些这个运维的时候的一些注意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要把Sive产品化 要作为一个商品来推广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 我们和其他厂商是不同的 不同的角度可能会得出不同的关注点和不同的结论 今天呢我想通过四个方面来讲述我们的这个主题 第一个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Sive来作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基础 第二个呢是我们目前已经做了哪些的产品化的工作 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在产品化实践中已经发现了哪些的问题 跟大家探讨一下 第四个呢就是讲一下我们在开源Sive产品化的一些思想 一些设想 还有一些未来的可能要做的一些工作 站在作为这个产品化的这个企业的角度来讲 那么对于一个存储产品 不要关注哪些点 第一呢是这个应用性上 第一是应用性 用户呢非常希望这个存储的这个系统啊 能够一部署一安装一配置 要把这个比较专业的计划 那个这个技术呢 要简单化 要简单化 要降低这个用户运维的这个门槛 刚才我还跟这个跟咱们inter的专家来来来交流 这个VSM和我们的这个界面的差别 在于哪里 因为VSM其实做得非常漂亮 但VSM里面有很多这个Sive本身的这个概念 本身的专业的概念 也就是说它比较适合于像像在座的各位 就对Sive本身有了一定的基础的了解 然后来使用Sive 非常好用的一个 很漂亮 但是我们面对的很多的用户 它是它其实没有Sive的基础 它需要的就是这款存储产品 所以对它来说 它可能有一定的存储的业务的概念 但是它没有Sive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就会尽量的在界面上 要会封装包装减少Sive自己特有的一些概念 这个就很不一样 所以这个应用性方面 我们和其他的厂商啊 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考虑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可靠性 可靠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用户数据一旦丢掉 那会造成了用户很多的经济利益的损失 所以不丢数据是我们非常非常看重的 但很有性的是我们到现在测试情况来看的话 Sive还没有出现过真正丢数据的情况 这是个是非常可喜的一个目前Sive的一个情况 第三个就是可用性 可用性呢 是指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的一个Sive啊 在做这个平时运维啊 有一些可能横向扩展 横向扩展或者是缩容的时候 或者缩容的时候 那么我们还能够同时提供正常的存储服务 这个肯定是用户的要求 这个肯定是用户的要求 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一些局部发生故障的时候 要能够自我修复 自我修复 用户这个时候介入的越少 用户就越愿意 如果这个时候总需要用户 必须有专家在那里 然后进行操作 那么我觉得扩容没有问题 扩容没有问题 一般都是有计划性的 但是故障 尤其是局部的故障 那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话 那这个系统他会认为是不可用的 第四点呢 就是异为互信 异为互信 其实我觉得开源 开源的很多的软件 其实都有这个问题 都有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的用户往往都需要什么呢 就是能够时刻的了解和监控 整个存储系统的各方面的状态 然后能够及时的收到 这个系统的告警信息 这个越早越好 越及时越好 另外呢还希望呢 有这个丰富的大量的预置信息 能够帮助用户来分析这个系统发现的 发生的问题 但是往往我们的日值值量很大 从我们的这个企业这个厂商来讲 其实我们的SEF的日值量是非常的大 但是缺乏什么的 缺乏一定的这个 一定的这个聚合 缺乏一定的聚合 就有时候在海量的信息里面 你要找到一个信息其实是不容易的 我们很希望的就是有分级别 然后可以筛选 非常直观简单 那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可能不一样的点 还有点就是成本 成本 这个成本对于这个产品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那像其实SeroSan它就有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成本相对来说 要比传统的存储的成本要低一些 它主要它用一些通用的硬件 另外呢 目前我们来看的话 SEF一个好处就是 它对这个系统资源的占用率还是比较低的 也就是说我跑这个存储系统 我不需要太高端的 比如CPU啊内存啊 其实这个对厂商来说 对一个产品来说都是很好 那么成本的成本的高低 其实往往决定了一个产品的市场的价值 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华三公司的这个业务情况 我们是提供这个企业数据中心的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的产品呢包括像网络安全 还有云 还有服务器 基本上能够覆盖 S和Path这个层次 随着这个数据 数据时代的这个发展 这个存储在数据中心的这个地位也是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公司现在对存储呢 也是越来越看重 投入呢越来越大 我们很希望呢能够 推出一款很好的一个存储产品 那分布式的存储 最近这些年发展是比较好的 是属于这个技术的新技术的一个代表 业界很看好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在分布式存储这个领域呢能够去做出一款有价值有竞争力 而且有生命力的产品 这个大概就是介绍一下 这个图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分布 以及我们欠缺目前或是我们正在重点突破的这个地方 我们在选型的时候也考虑了很多的因素 除了我刚才说过的几点 几点这个企业对存储系统比较看重的几点以外呢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些比如像统一存储 统一存储 我们在快存储和对象存储以及文件存储 其实都是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很大的市场空间 市场容量 然后还有像这个通用的硬件 通用的硬件 通用的硬件的话 因为我们公司是有服务器的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它能够 能发挥我们服务器的优势 包括跟云的结合 包括跟云的结合 我们公司也有云产品 所以结合在一起是一个 才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有优势的方案 这些都是我们期望的考虑的 所以综合选行之后 我们觉得赛夫还是 整体上来说赛夫还是比较优秀 还是比较出色 而且赛夫呢 我想这个就像今天大家来的 都很有热情 我觉得人也很多 而且非常年轻 也代表着赛夫社区 确实正在蓬勃的发展 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社区 所以这也是我们选择赛夫 作为我们未来的 这个存储产品的一个方向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接下来我就介绍一下 我们当前已经做了 哪些产品化的工作 我刚才说异用性 我们是排在观众点第一的 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 web界面的开发 这个我简单讲几个例子 简单讲几个例子 但是这个配色的话 我们是有白色和深色两种 拿深色来做对比 像这个我们 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面 首页面的话 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 这个确实这个 围界看都不太清楚 如果仔细看的话 其实我们对赛夫的 很多的技术概念的细节 是没有的 没有的 基本上就是你懂 这个存储业务之后 你就可以看懂这个页面 可以操作 而且我们把一些实体化的服务器 机框 服务器 包括硬盘 我们列在上面 目的是为了让用户 非常有个直观的概念 不要让这个存储产品 觉得是非常冷的一个东西 非常硬的一个东西 而是有活力的 这个表达是我们的思路 很多东西都可视化 那这个也是我们的 这个一个界面上的 一个设计的思路 就是场景化 其实可能大家 因为都是小技术的 可能技术越复杂 越深入 其实大家可能越兴奋 越很喜欢钻研这个东西 但是对用户来说的话 其实庞大的配置参数的选择 那其实是一个负担 其实是一个负担 用户希望是越简单越好 越简单越好 但是存储产品 那么针对不同的场景 其实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有的关注LPS 有的关注带宽 有的关注食言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是针对到我们的赛服系统来说 其实要对不同的场景 要做很多不同的优化和配備 很多的参数是要调整的 那这些调整的话 说实话 我觉得我们这些 找这个赛服的人 都要去好好的去琢磨琢磨 去尝试尝试 对用户来说 这更是太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把这个场景化 我们把它提出来 不同的场景 我们在后端 我们做自动的一些配 自动的帮用户 去做一些参数的优化 这样用户只需要了解 自己的所使用的场景 就可以了 这个只是一个表达我们的思路 另外这个就是属于配置方面的一些摩托化 自动化 也是有自动部署 其实这个我听像VSM 还有很多其他厂商的界面 其实做的都是有类似的 做的很不错 接下来呢 我们就讨论一些干部 就是讲一些我们在实践中 发现的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因为现在在理解的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可能还在过程之中 所以有些问题 可能也许对大家来说已经有答案了 那我觉得正好是作为一个交流机会 如果暂谈没有 那就大家一起来讨论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是一个是说 我们认为现在的 Crasher算法里面 还没有达到一个最优的分布的效果 我们认为现在这个算法 有些地方是叫做次优 次优的解决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这种配置之下 就是一共六台主机 对六台主机 那么每台主机 下面我们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挂一个OSD 那么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OSD坏掉 或者是拔出来了 就是这个OSD1 我们认为它坏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应该做的是 把OSD1上的数据 我们要恢复 对不对 我们要恢复 但我们认为最合理的方式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我们认为最合理的方式应该是这样 类似是这样 我们选择了一个举个例子 就是在OSD1上的一个PG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 坏掉的这个OSD 它上的这个PG 这个副本 在其他的OSD上 我们找一个 把它恢复一下 我这个例子是三副本的情况 三副本的情况 那么这个是最简单的 就是没有坏掉的 其他的这个PG的副本 不应该受影响 对不对 这样是最合理的 但是我们通过实际测试情况来看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子的 往往这一个PG的一个副本 它的问题会导致整个的这个PG的其他的副本 都会做数据牵引 都会做数据牵引 那这个例子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 但是如果 如果我们再放在一个节点 而且这个节点有很多的硬盘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有24块硬盘 那么这个数据至少也得是20几T 那么这20几T数据实际上它对应的这个PG的副本 分布在其他的OSD节点上 那其实这个量是很大的 量是很大的 它会导致 这个存储的后端网络 会有大量的数据牵引 大量的数据牵引 那就会使得这个最终的这个数据 想达到稳态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要很大的代价 现在这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状态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不是一个最优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研发人员 最近这几天 在赛富社区的邮件里面 在跟CG Will在讨论这个问题 Will基本上 他认为认可这个问题 认可这个问题 我们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但是他现在还在跟我们交流这个解决方法 他还觉得有些其他的想法 但是基本上认可 这个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很典型的问题 是我们研究的 是我们目前研究的 还有比较透彻的一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赛富的一个组网图 对吧 组网图 我们说这个赛富在 有两个网络 一个是Public Network 一个是Cluster Network Cluster Network 解决的是OSD之间的数据通信问题 包括一些OSD之间的协议状态 那么 Public Network主要有两个目的 两个功能 一个是跟Client之间的通信 另外一个是OSD Monitor之间的通信 因为Monitor是在这个网络上运行的 对不对 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为了 我们为了让这个 就是后端网络的数据通信 它的这个负载 不要影响到用户数据 所以我们才分这个两个网络 所以往往会部署上不同的网端 不同的网端 这是现实情况 一般不在一个网端 因为如果在一个网端的话 后端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个问题 如果在后端 在做这种数据迁移的时候 数据同步的时候 那如果网络带宽太大的话 它会直接影响到用户的这个数据读写 对不对 会影响到用户数据读写 所以往往前端的 因为不会要求太高 所以前端可能是用的是千兆网 这边用的是万兆网络 这是一般的组网情况 那我们现在作为一个操作 我们把这个Cluster Network的 其中一个端口 我们给它当掉 其中一个端口也得当掉 Public Network不受影响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 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会出现OSD 我们认为这个OSD应该出现异常了 对吧 Monitor会认为这个OSD出现异常 但是实际上的现实情况是说 OSD会震荡 从Monitor角度来看 这个OSD总是 这个一会儿上一会儿下 而且所有的其他的 本来没有参与 没有影响 没有受到这个影响的 这个OSD的状态 也会在Monitor上 会反复的震荡 就是整个集群的OSD 都属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都在一会儿上一会儿上 一会儿上 这个我们通过研究协议之后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基本上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 基本上就是因为为什么 因为Monitor 它的对OSD的状态 主要就是在这个网络来进行的 在这个网络来进行的 所以这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的端口状态的变化 这个网络是不知道的 Monitor是不知道的 Monitor需要通过什么 是通过OSD的这个状态上报 通过OSD在这个网络的状态上报 但是呢 OSD与OSD之间 它们之间是有一些协议的 交互的 会有些心跳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当这个OSD出毛病的时候 其实 这两个OSD都会发现这个问题 都会认为 这个OSD它不会认为自己的问题 它会觉得 哦 我跟这个OSD之间 在这个网络出现中断了 同样 这个OSD也认为 我跟它出现中断了 然后它们都会同时向 Monitor上报 有时候不一定是同时的 可能有个先后的持续关系 都会上报 但是Monitor这会儿呢 它就要判断了 到底我听谁的 谁说的是真的 那现在呢 这个是有一定的算法的 有一定的算法 它有判断依据 但这个依据 我们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依据不太好 就是目前的状态 也不是很完美 不是很完美 因为它里面 跟它的时序是有关系的 那么这个时间 我们说如果理想化 我们把所有的这个信息 都收集全了之后 再让Monitor做判断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这个时间 往往有时候会比较长 会比较长 因为里面有个Grace参数的问题 这个大家以后 下面可以讨论 这个太细了 总之Monitor 它通过OSD上报状态 来做出 把哪个OSD 当掉的判定 这个处理 它现在的这个判断 是并不准确的 是并不准确的 所以导致了 一个端口的状态的变化 直接影响 整个集群的OSD状态变化 而且这个震荡 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 才能收敛 我觉得这个测试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测 为什么我们测 因为我们以前是搞网络的 所以对这种测试的方法 是比较多 就把某个端口撞 荡掉 但是 如果大家认为 这种是个比较 不是很常见的话 比较罕见的话 那我觉得错了 因为这种情况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有的也许是端口的荡 有的也可能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 因为这里面可能 才会再接一个交换机 然后这个交换机 再接下面其他的别的 然后呢 这边的网络 断掉了 但是这个端口 因为它接的这个交换机 没有问题 这个端口并不会到 但是这个路径 这个网络 断掉了 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总之其实 如果搞过网络的人 其实就知道了 其实网络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 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网络里面的协议 会有很多 协议里面都有心跳 都有超市机制 都有自己检测 和维护的机制 就是因为网络 实际的物理网络 变化会非常多 状态的异常情况 又很多 所以这个问题 其实还是很有实际价值 这个也是我们目前 在跟社区有限沟通的 一个问题的重点 我们现在也暂时 也有了一些想法 正在做一些尝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这个 这个是像 刚才陪通 苏思的专家陪通讲过 因为我们很可喜地看到 苏思已经开始 去做这个 然后已经贡献给社区了 但是我们 我们之前时间上 我们是用的一个 TTT的软件 来去 来去作为 SGAS的实现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 是因为除了 分布式存储 除了跟计算 融合以外 这种存在方式以外 那么还有很多的是 我们想作为传统的 就是标准的 一个IP-SAN的一个存储设备 那这就需要 SGAS的这个协议 要对外支持 所以我们需要这种情况 但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之后 那我们就有 这个HA的问题 刚才陪通已经讲过 这个HA的问题了 那苏思的专家 实际上是用的是 这个 Money Pass的方式 来实现 来解决这个问题 确实是 Money Pass是一个 非常好的办法 非常好的办法 基本上 它的这个切换的时间 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们这张图 就是用Money Pass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张图里面 用的是什么呢 用的Keeper Live 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Keeper Live 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它的切换时间 是秒级的 这个是它协议定的 我们也跟 跟这个Keeper Live 的这个社区 也沟通过 他们说目前定的 最晚的时间 就是一秒 所以就是秒级 就是秒级 我们想在常识上 怎么样去 把这个时间缩短 缩短成毫秒级 那这两种方式 为什么我们要提 这种方式 而觉得不只是 这种方式的选择 因为这种方式 有一个什么问题 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Money Pass 是要跑在用户侧 对吧 会跑在这个 Initiative的这个里面 但这个里面 如果 这个是用户的系统 这个是用户的系统 就当用户买了你 作为标准的 IbSAN设备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 他是希望 不要对他的 现有的 有一些太多的依赖 太多的呕合 但是这种情况 有一大问题 就是说 你同时 你要用这个动画 你同时也要在 用户的这个 系统里面 你要做一些配 你要做一些修改 要做一些配 那尽管说 系统本身就在 但是你也要配 也就是有一定 依赖关系 有一定依赖关系 所以我们 就是 我们是跟我们公司的 IT里面 也都很交流 他们觉得 很 这种情况 可能 会用户会比较挑剔 有些用户能够接受 有些用户可能 不能够接受 所以这种方式 相对来说呢 偶合性最小 但这里面的 切换的时间 也有关系 因为如果你要是跟 你要想支持 像实际库 这种业务 这种场景的话 那你一秒钟的 这种切换时间 影响 影响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问题 目前我们也没有 得到解决 也是 但是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正能摸索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不够好在 中午跟 跟陪峰的交流的时候 找到了这种解决办法 但是也 也说一下 在我们社区里面 有很多的案例 包括其他人 很多案例 都是大规模的集群 动辄就是 几台湿底台 但是实际上 实际上 我们跟市场人员 沟通之后 市场的法规的 实际的需求 用户的需求 经常就是 两台服务器 两台服务器 因为 用户是这样的 这种分布式存储 它是个比较新的技术 那么用户呢 它经常是这样 它是把传统的存储 设备 它以前用过 它现在想换成 分布式的存储 传统的存储 往往就是一两台 你一台也可以 或者你两台 做个备份也可以 那么用户就会认为 传统的能几 两台就能解决了 那分布式的 我不管你技术 怎么实现的 但我希望 你也是两台 能够搞定 而且一般来说 我们三副本 虽然是我们推的三副本 但是三副本 对用户来说 是一个性价比 比较差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的 硬盘的 这个真正有效 存储的利用率 它只有三分之一 那用户 这个白花花的钱 所以用户很希望 就是你两个副本能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两个节点 两个副本 它认为是合理的 有大量的这种市场需求 副本没有问题 可靠性问题不大 但是我们提到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这个 monitor里面的 monitor 因为monitor 我们一般来说 都会一个系统 有三个monitor 或者基数的monitor 比较合适 对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就偶数monitor 偶数monitor 那这个里面 在monitor数据的一致性算法里面 它对偶数性的支持 就会有问题 就会有问题 那么一个坏掉了 另一个也坏掉了 等于一个坏掉了 虽然你虽然是两个 两个节点 在这种情况下 像可靠性跟一个 可能还没有一个强 所以这个有这个问题 那中午我们沟通了一下 这个解决办法的是 可以什么呢 可以就是在 这两个节点上面装虚拟机 装拟机 然后把这两个 虚拟计算 搞成一个分布式的 然后做这个 也是基数的monitor数量 然后有问 有故障 然后做一个迁移 就是永远保持 它这个基数的monitor数量 我觉得这个方法也是可以 但是问题 也有点问题 那就是对用户的配置 部分方面要复杂了 单纯的一个存储产品 存储设备 但是要把虚拟计算 这块也要加上去 而且是分布式的虚拟计算 但是确实是一个解决办法 那我们可以再寻求一个更优的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讲一下 还是关于Seph FS 老生常态 但是我要从这个 不是从技术角度来讲 而是从市场角度来讲 这是我们给出 我们从收集的一些市场数据 其实也就是说 NAS的市场需求还是很大 NAS的市场容量还是很大 那它基本上其实跟SKASI 和这个图 这是NAS 这是NAS的市场空间比 这是SKASI 这是FC 所以如果 Seph社区一直对FS这块 不能够产品化的话 其实对我们这种厂商来说 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有可能要 我们如果要做NAS的话 有可能要再选用另外一个开源软件 但是Quart的对象 Seph又是非常做得不错 所以这个统一存储 目前还是不是一个完全均衡的情况 所以这个不讲技术 我们就希望呢 社区能够在FS这个地方呢 能够尽快地把它成熟起来 对于厂商来说是非常重要 问题就这样 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就是SSD的性能问题 SSD性能问题 但这个在这里不讲 这个大家都比较清楚 都比较清楚 就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易维护性的问题 易维护性的问题 刚才那位同学说文档没有 对吧 文档资料非常地少 然后还有日志 我觉得日志的分级 包括精简方面也比较欠缺 这方面还有很多问题在里面 现在来谈一谈我们 大概对这个产品化的一个思路 我们真同几个原则 一个是open 可以说我们将会是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但是我想我们将会是 国内的用开源 而且用开源思路来做 商业产品的 我相信会成为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厂商 我不敢说最大的 但是我相信会成为最主要的厂商 因为很多厂商做的话 都会做地元 不会像我们这 open 但我们希望呢 就是要做 那就不仅是要从社区获取 我们也要社区贡献 众人食 那个 众人食材火天高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要 沿着他人的思路 我们会很open 我们现在 不断地跟社区交流 然后也不断地在修改一些问题 社区做贡献 这个都是我们的一些 相对传统企业来说 是比较特殊的 我们也参与了 这个 这个一个社区的成长过程 第二原则呢 就是我们会 回馈 我们会回馈 我们现在已经修改了 有几十个问题 已经修改到社区的主线 另外呢 就是 可能 我们这种厂商最关注 这种可靠性可用性的问题 包括义务性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希望后续呢 在这方面 我们会多做一些 一些实践的 开发工作 特性开发工作 然后来回各个社区 第三呢 就是合作 合作呢 我们一方面 希望能够跟社区 有更多的合作 这个社区包括 整个赛克社区 以及包括赛克中国社区 赛克中国社区 我也参加过他们的活动 也是 很朝气的 一些人来组织 我想我们后续的话 会跟他们 多一些合作 另外呢 就是我们会跟那些友商 来合作 我们现在跟英特 我们跟苏西 都直接建立了很正式的 这种商业合作关系 我们还希望跟其他的一些厂商 我们会多建立这种技术合作的关系 那第四呢 就是实践 那我们 我们做产品 做企业的 我们是直接跟用户打交道 我们会把用户那边 收集到的很多的 问题和需求 我们会 也会反馈给社区 我相信会对社区的发展 会有 意义 会有意义 会明确一些方向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完成的一些 使命工作 那最后我们画了一个图 这个可能是有点 夸张 有点 但是我觉得 这是一个 美好的一个愿景 也是一个 要形象的一个方式 类似DNA这样一个螺旋呢 就代表着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们希望 我们的产品 能够跟Site 共同的进步 共同的进步 但现在我们还是比较 我们主要是 被社区来带动 可能在某一些阶段呢 我们 在某些细节的点 我们能够带动社区的发展 不断地交替的进展 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共赢 我的主题 内容 就到上了 好 谢谢大家 就是那个 就是最开始的 那个数据平衡的问题 就是那个 就在理论上 那个 这些统都是死掉的吗 就如果 都不是 是有List或者是Trip bucket的话 它 达不到最优的那个 潜移数据量 我们现在主要测的是 Straw Straw2都测过 就是Straw2是吧 对 Straw和Straw2我们都测过 都有这个问题 但其他的好像还没错 其他还没错 这个应该是缺少的吧 对吧 我记得是 对 对 那 现在你们的那个 有没有那个 就是 大概的解决思路 是调整Straw2算法呢 还是 其他的一些手段 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个小的修改 不是特别大 但这个修改 这个说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下面可以去交流 因为这个我们也在跟CGVal在沟通 但CGVal它有自己的一些修改方法 所以现在这个具体方法 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正在讨论 正在讨论 行 我又关心这话了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 就是你们的版本的管理 是不是跟个社区文本一致 会不会在NUV就是说 拿一条支线 然后修一些办法 然后在NUV里面管理一套版本 还是说你们自己修改了 做切合应到的那个社区的版本里面去了 这个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虽然我们是open的 但是一旦产品化之后 其实这个版本不是很随意的就跟那个升级大 因为SYF的每一次版本更新 都有合入大量的修改 然后也就是说可能也会引入新的问题 但是我们会尽量尽量的 把我们的版本节奏 跟这个社区的发展相结合 如果你们是 大家了解这个IPD的流程的话 会知道这个版本 会有这个VRPD的这个版本 我们基本上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B01可能选择 当前的最新的SYF的社区版本 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VR5程度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版本 一定的维护周期之内 我们是不升级 但是同时我们会 我们自己内部会升级有一个下一个版本 B02 B02这个版本 我们也会选择当时最新的 这个SYF的社区的版本 然后如果有一些社区新的更新 无论是bug还是特性 那我们认为有必要去同步到 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老的版本 我们要同步的话 我们会单独的把那部分的修改提起出来 然后合进去 就是灭不有些修改 然后取得那个就是社区版本的变化 然后再不停的跟进什么 对对对 而且我们保证我们的修改都会同步到社区的主线 谢谢 再去下一个个问题 就是说 你们这个 就是说 至于社会的这一套全组在客户那里面 就是说巨大的一个规模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的大科技規模 就是三种反面 说实话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正在开发过程之中 我们现在正在就是 可能在过几个月就会能够 就是直接就会销售了 但现在正在过程之中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规模呀 因为说句实话 其实用户那边的规模 没有我们有些社区里面讨论的那么大 动不动十几台几十台的 真的没有那么大 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个规模呀 各个厂商的这种规模 其实都是吹牛用的 实际的部署能够达到 比如说八台十六台 这个节点的规模就已经很大了 一般来说是这样 一般来说是这样 那我们现在的规格的 我们第一个办法 我们会订到十六台 我们将会订到十六台 然后再稍微稳定之后 会到三十二台 当然也许吹牛的时候 会吹得更高一些 所以大家先透个点 我们是第一个办法 可能是十六台 再请你来讲 现在你们目前有四个 产品以后 人在分东西 就是这个节制方案 这是我刚才实话实说呢 还是应该吹牛呢 这个其实这个 没什么 这个我们大概有六七十人吧 这个六七十人是很多的 确实是很多的 因为我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包括跟英特交流的时候 他们都认为 这基本见到的国内厂商里面 投入最多的 另外就是我们还 我们还有这个合作 跟英特跟苏西的合作 其实 所以其实我们的真正研发的力量 还是比较 应该是资源是比较多的吧 其实我觉得这是开源的好处 就是开源的好处 其实不管我们投入了多少人 如果你是按照开源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么你相当于都是 你后面都是有 可能几十个上百个 甚至几百个 全球特地的人 一起来做开发 一起来给人家产品做贡献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坚持地 用开源的方式来做 谢谢